小麦陪你读书 知识点燃你我 本期解读由小麦读书出品 你好 欢迎回到小麦读书 今天为你选的这本书叫做Limitless 中文我把它翻译成无限大脑 因为整本书都在教我们如何能够升级我们的大脑 让我们学东西越来越快 记忆力越来越好 能够解锁大脑的很多潜能 从而实现人生更多的梦想 这本书的作者叫做Jim Quick 是现在世界上公认的记忆力专家 也是一名知名的大脑教练 他的客户和学员遍布全世界 并且很多都是非常有名的人 包括Will Smith 就是知名的演员 还专门为他这本书写了序 这本书的作者Jim小的时候 因为一次意外 他的大脑受了外伤 于是学习就出现了很多的挑战 无论是从阅读能力 记忆能力 学习的理解能力等等 甚至在他9岁的时候 贝特勒老师定以为是个大脑残疾的小朋友 觉得他这辈子也没有办法 很好的完成学业 能够成就自己了 因为脑子不好用了 正是这种信念伴随了Jim很多年 他一直以为自己的大脑就是比别人慢板牌 就是不好用的 直到后来 他开始重新的去理解大脑的工作原理 到底能不能挽救自己 到底能不能重新激活自己的大脑 之后发现是完全可以的 我们其实对于大脑的工作原理也好 对于学习 对于我们获得信息的方式 对于记忆里也等等 其实是有很多的误会和偏差的 这本书的作者 经过细致的这些多年的研究和积累 最后写成的这本书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书的作者的视频 是一次在YouTube上 一个广告 关于学习 提高记忆力的广告 当时我在想 这个作者是说的这些太神了吧 太吹了吧 对不对 有点不令人相信 然后后来无意当中又看到了 他很多的这些采访 采访了很多知名书的作家等等 包括他自己的一些演讲的一些分享 我开始对他产生很大的好奇心 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对这些快速记忆 快速阅读 怎么高校学习 很感兴趣的 那直到看到这本书 Limitless 即作者数十年的教学经验 直精华写成的这本书 在亚马逊上的评分又特别高 那我就忍不住拿回来翻一翻 结果看完之后发现 这本书并不是一本鸡汤书 并不是鼓励我们如何摆脱束缚 我们人生走向高峰 然后相信自己 不是不是 这本书是非常实用的一本脑部的工具书 它用了很多一些方法 引用了很多的一些论文 知名作家 知名科学家 教授等等 他们那些观点 他们那些学术的研究 让我们真的相信大脑的气能是无限的 让我们真的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激发自己大脑的气能 提高学习能力 提高记忆力 那这本书作者他就说 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超级英雄 并且在他眼里 大脑是这个世界 这个宇宙 少有的一种无限的资源 我们大多数的资源都是有限的 对吧 无论是这些天然的什么煤 石油 还是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注意力等等 都是有限的资源 那在作者眼里 我们的大脑可以是无限的 我们要学会的就是如何去激活它 如何去好好的使用它 那这本书的当中 从不同的方面来解释了大脑的工作原理 和我们常见的一些误区 我们一个一个来给大家分享 那首先我们在分析大脑 如何激发之前 先理解一下一些基本的东西 比如说到底什么叫做mindset mindset呢 中文如果直接翻译过来的话 可以叫心态 或者叫做认知 或者叫思维框架 思维模型 基本上可以理解是这个意思 我原来听很多的这些大师的演讲 很多讲座 包括一些投资讲座 都在讲mindset 都在说mindset是这个所有的开始 就你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 你要有一个好的认知 我一直不知道这个mindset 到底具体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书的作者 给出了一个具体的定义 他就说心态 这个mindset呢 其实就是我们根深蒂固 相信的那些信念 我们做事 对待人生的这个态度 和我们看待问题的 很多的一些预设和假设 这样的话呢 我们如果把人自己当做一个电脑 当做一个机器人的话 书中作者也说 我们的大脑 其实就是一部超级计算机 我们的mindset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些程序 也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mindset 设置成是这个样子的话 每天我们周而复始 无论是我们的潜意识 还是我们主动去做的一些选择 我们整个这个人生 就像在按照一个程序 在进行一样 所以我们经常说 如果想改变人生 改变我们做事的态度等等 要先从改变我们的mindset开始 那如果我们想要改进一台电脑的运行 想让它运行的越来越高效 想让这个电脑越来越强大的话 都是先改变电脑里的程序开始的 其实这个程序就是我们的mindset 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呢 刚开始的时候就强调了 我们的这个mindset 这个心态也好 这个认知也好 不能给自己设限 很多时候呢 其实这个限制都是我们自己 给自己设置的 而我们应该学会呢 先把这些限制呢 摆脱掉 有一些限制呢 是我们小的时候 别人灌输给我们的 别人说了 你这个不能怎么样 你这辈子只能怎么样 你这辈子一定要怎么样 有一些限制呢 是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 在成长当中 强加给自己的 我们现代人啊 每一天吸收消费的这些数据量 相当于15世纪的时候 一个普通人 一辈子能接触到的信息 我们现在一天就能接触到 那你想 如果我们一辈子 要接触的信息量之大 会有这个 简直是前人无法想象的 那正因为如此呢 我们应该很谨慎的去选择 我们到底应该接触和 吸收哪些信息 如果什么信息我们都吸收 什么东西我们都花注意力 花时间去看 甚至沉迷进去的话 我们大脑呢 最后装的就是全是 就像一个很乱的房间一样 你是不知道哪些东西是有价值的 哪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是有帮助的 那作者的建议呢 就是每个星期呢 可以找出一个空档的时间 30分钟也好 60分钟也好 这个时间呢 一定要远离手机 远离互联网 远离各种电子产品 把所有这些呢都静音 然后放在别的地方 你可以就安安静静的 听听音乐 想想事情 发发呆 都可以 但远离各种各样的互联网 和信息产品 电子产品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清空大脑中 一些杂乱的一些信息 这个时候呢 可以放空大脑 越是放空大脑的时候呢 越容易激发我们的想象力 那作者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 为什么我们总是在这个散步啊 跑步啊 或者是洗澡 冲凉的时候 会有很多好的一些主意 甚至开车的时候 也是有这种情况发生 突然之间就有一些灵感出现 是因为我们的脑电波 在Theater这个波段 是非常容易出现一些 非常好的想法的 什么是Theater波段呢 我们在这些小白读书 其实给大家讲过这事 我们的大脑呢 基本上分四个波段 最深的最底层的一个波段呢 叫Delta Delta波段呢 其实就是我们深度睡眠的那个波段 这个时候呢 脑电波呢 基本在10到15赫兹左右 基本是没什么活跃度的 并不是完全休息了 但是我们是在一个深度休息 深度睡眠的状态 然后呢 如果最高一层次呢 叫Alpha Wave 就是我们平时注意非常集中 比如说上课的时候 开会的时候啊 努力工作 努力学习的时候 这时候脑电波 这个非常的 这个高频啊 就是Alpha Wave 那Theater Wave呢 就正好在Delta Wave的上面 就我们刚睡醒 起来 这时候呢 又没有完全清醒 又没有高度集中啊 去学习啊 去工作 但是也没有睡着 对吧 那在中间这个时候呢 是最容易出现各种创意 创造力最强的这个阶段 那这个阶段怎么产生呢 就是不要让我们的注意力 被什么这个什么电影啊 电视啊 或者是网上的这些这个文章啊 或者是公众号啊 不要被这些去吸引 反而应该让我们的大脑放空啊 进入这个Theater波段 越是在Theater波段时间久呢 我们越多好的想法呢 就越可能会出现 所以大家可以试一下 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啊 如果你曾经出现过 你散步的时候 徒步啊 或者是你洗澡的时候 开车的时候 又好想法了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每个人我们平时呢 应该让自己有放空的时候 这一点我有很深的感受 就原来呢 我是很想把所有的碎片时间 按时间都用起来 无论是跑步的时候 无论是开车的时候 无论干嘛 甚至洗澡的时候 都一定要放一些什么有声书啊 放一些太连讲啊等等 放一些就是比较有意义的 一些声音出来啊 但我后来发现呢 有的时候反而故意应该 让自己不要做什么 就让大脑什么也不要听 比如说跑步 60分钟跑步 什么都不要听 或者出去散步或者什么 这个时候大脑反而会出现 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一些想法 我之前有一次呢 是本来是想出去跑步的 结果跑出去之后 发现耳机没电了 没电之后呢 就被迫就不听音乐 什么也不听了 然后就听大自然的声音 听路边车开过的声音等等 反而那一天就突然之间 就对做事什么的 就很多好的想法出来 这是第一个 怎么摆脱信息泛滥的问题 第二个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 一个大反派呢 就是来自于数字的各种干扰 因为我们现在的状态 跟十几二十年前比 我们现在叫做永远在线的状态 永远在线永远连接 原来呢 我们的手机最多就是打个电话 发个短信 对吧 并且发的短信数 还是字数啊 什么短信的数量 都是有限的 现在不是 我们只要把手机打开 我们永远是在线的 对吧 现在流量也特别大 大家也不会因为这个在意 看视频啊 刷各种社交媒体啊 实在是太方便了 那么正是因为这种永远在线 永远连接的状态呢 我们很容易就陷到手机的屏幕啊 电脑的屏幕里 甚至现在有这种病啊 就是说对于手机屏幕这种上瘾症 尤其是小孩子是非常严重的 就每天就盯着这个手机屏幕 现在这个最新的数据就是 一个成年人平均每一天 花在手机屏幕上啊 是平均将近五个小时 而且这个时间呢 是越来越久 你想我们一天才24个小时 如果有八个小时在睡觉的话 那就是16个小时 16个小时 我们有工作啊 有吃饭啊 有杂七杂八的这些时间 花五个小时啊 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时间 是盯着手机屏幕的 这个真的是非常夸张的 一个沉迷的状态了 所以呢 我们就很少跟真人接触啊 跟家人啊 跟朋友啊 念对面 望着对方的眼睛 去好好交流 大家坐在一起 好好吃顿饭 大家可以想一想 你多久没有吃饭的时候 这个不管是桌上的 这个一起吃饭的朋友也好 家人也好 孩子也好 完全没有碰手机 iPad这些东西 就大家真的是安安心心 好好地在一起吃饭 一起聊天 这种情况是越来越少了 吃饭如此啊 工作也是这样 我们很难一直集中注意力 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甚至更久 完全不碰手机 完全不刷网页 完全不刷社交媒体 就是认真的工作 现在其实是越来越难了 因为我们被这些数字的东西 互联网的东西 分散很多注意力 那作者给出的建议呢 就是 现在呢 就打开你的手机 iPad等等等等 你平时用的这些数字产品 把所有的这些不必要的通知啊 推送啊 notifications啊 全都把它关掉 避免自己受到这些干扰 否则呢 每一次我们被干扰的时候呢 我们想再回到原来那个状态 不管是犀牛状态啊 还是专注地去工作啊 学习那状态 平均需要大概 二十三四分钟的时间 如果我们进入犀牛状态 难得地去工作了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中间一旦被打断 我们就需要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 才能回到那个专注的状态 所以呢 就要把这些关掉 那在这呢 我想多加一句啊 我的一个心得 就是说 我自己呢 是把手机上的微信 手机上的电子邮箱的这些推送 也都关掉 你比如说电子邮箱 什么叫做电子邮箱 放在邮件的地方 放电子邮件的地方 对吧 那我们想象 家里真正的邮箱 是不是你每天 每两天 没几天 你才会去各位去看一看 是不是有信到啊 或者是什么 包裹的通知到 对吧 他并不是说 你每隔两分钟 就跑出去打开邮箱 看看里面的蓝白信 不会这么做的 对吧 那么电子信箱呢 工作原理应该是一样的 就不要打开这个 电子邮箱的通知啊 一有邮件进来 我们马上就去手机看 谁的邮件 这种是对我们来说 一个很大的一个干扰 包括微信的信息也是 很久以来 我养成的一个习惯呢 就是每天呢 只允许自己 查两次电子邮件 第一次呢 是上午的11点左右 第二次呢 是下午四五点钟左右 其他时间呢 我就专注的去学习 工作啊 看书啊 做事情 哪怕是放空 哪怕是冥想等等 也不要为这些邮件啊 去分散的注意力 微信也是这样 很多我身边的朋友会发现 我回微信总是很慢 总是发了微信过来之后 到了晚上啊 或者到了什么时候 才会回微信 因为我不是一直盯着 微信有信息进来 我就看 我把这些通知全都关掉 你可以试个两三天啊 刚开始肯定是很不习惯的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 你会发现 这对于我们注意力的 这个避免干扰啊 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这些邮件也好 微信也好 相信我都可以等 没有那么着急 好吧 如果你是做客服的 做销售的 那可能没有办法 你只能微信一直在线 否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没有那么紧急的事 如果真的那么着急的话 会打电话找到你的 一定会有办法找到你的 好吧 这个是第二个 这个我们现在强大的敌人 数字的干扰 第三个呢 这专门有个词 叫做数字老年痴呆症 叫Digital Dementia Dementia本身就是 这个老年痴呆啊 记忆退化啊 大脑退化的这个意思 那么Digital Dementia呢 就是因为数字时代 造成的这种老年痴呆症 不是因为本身健康 这个自然年老啊 等等造成的 那么有一位知名的 神经学家呢 叫Manfred Spitzer 他提出的这个词 Digital Dementia 具体的定义呢 就是我们过度的依赖 这些电子产品 这些数字产品 反而呢 会大幅的减弱 我们人的基本的认知能力 我们的大脑就会开始退化 这个书中作者说 这个大脑啊 很像是我们的肌肉一样 你越用它呢 它会变得越来越好 你越不用它呢 就像我们这个四肢的肌肉 你越不动的时候呢 它会开始萎缩 就没有那么有力量 只有你不停地去锻炼它 它才能开始变得越来越强大 包括我们的认知能力 记忆力都是这样 如果我们过度依赖 这些数字产品呢 就会出现 比如说短期的记忆力呢 明显的下降 那你比如说啊 我在没有什么iPhone啊 这些电话之前 我们是很容易记住 电话号码的 有没有 尤其上小学的时候 班上同学家电话号码 都能记得住 大家可以想想啊 你现在能说出 几个人的电话号码 能把自己的电话号码 能记住就不错了 对吧 哪怕是你经常联系的人 他的电话号码 你都能记住 都不一定 对吧 因为我们直接就点名字啊 快速拨号啊 让Siri帮你拨号啊 那越是因为这样的话呢 我们大脑的这部分能力呢 就不再去用它了 反而呢 这部分功能就开始催化了 包括我们记地图也是啊 现在呢 大家都是用这些GPS啊 用Google Maps Apple Max等等 这些导航呢 你验了之后去哪 非常方便 你就跟着开就行了 对吧 原来不这样 原来呢 如果这个来澳洲 早的朋友可能知道 那时候有一个东西呢 叫做Mileway 在Murban的话 是一个特别厚的一大本书 像这个大词典一样 这是地图 我们当时开车的话呢 要学自己查地图了 查完之后呢 递多少页 然后呢 什么 根据坐标 然后你开车的时候呢 你要这个找 那个街道的名字的呢 如果路途很远 道路很复杂 中间还得停在路边 再看一看这个Mileway 每台车上当时 都有这么一本 现在没有了 这个能力 现在都在退化 大家这个开车 你也不用想象这个地图 原来如果你经常 用这些地图的话 每个人脑海当中 其实是有个虚拟的 这个城市的一张地图的 现在不需要 现在你只要手机 连上GPS这些软件 你就可以跟着走了 那我们就可以 完全不想就开走了 表面上是很方便 也不开错路 然后很有效率 躲开塞车 那当然这都是好的 但是从我们大脑的 这个进化的角度来说呢 其实是一种退化 让我们这个 这个记忆能力 图像化的能力 都在退化 那作者给出的建议呢 就是 每天呢 我们先一点点来 先花个一分钟时间 锻炼一下自己的记忆地 比如说先试一下 记一下 你平时联系最多的 那个人的电话号码 先从他的电话号码 开始记起 看能不能记住 这个人的电话号码记住了 然后呢 给自己来个小挑战 比如说再去一个 新的陌生的地方的时候 看看能不能先上网上 看好Map了之后呢 不用GPS 时间充足的情况下 自己能不能开到那 来给自己挑战挑战吧 这样的话呢 让我们的大脑呢 一直保持一个好的状态 但如果这样时间久了之后呢 就会出现一个决策匮乏的情况 就当你要做一个好的决定的时候呢 我们是需要各种各样的信息来支撑我们做的决定 你知道的信息越多 你掌握的信息越准确 通常来说我们做出的这个决定呢 也就越好 我们经常说 Make an informed decision 就是你信息足够多的时候 这个决定就好嘛 但如果说你什么信息都是通过搜索才能得来的话 你自己没有足够的这些知识的积累啊 一些信息的记忆的话呢 你是很难迅速做出一些好的决定的 而且当这个信息量足够这个多的时候啊 就比如现在这个社会 我们都很多时候连搜索都不知道要搜索什么东西 都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着手去搜索 而且搜索信息本身呢 也是一个很花时间的一个过程 所以如果我们不注重自己大脑的一些信息的积累 注重一些知识的一些积累的话呢 关键时刻做决定的时候呢 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作者的建议呢就是 这个最近如果你有什么很重要的决定要做 而且这个决定呢 最好是要需要一些各种各样的信息的 你可以呢 看试一下 不要依赖这些Google啊 依赖这些搜索引擎 你就让自己静下心来 或者是你跟身边的朋友探讨等等 看能不能通过自己静下心来的思考 通过真正跟人沟通 获得一些信息 或者通过其他的一些 我们非常传统的这些方法 而不是依赖这些电子产品 或者搜索引擎 看能不能做出一个决定 这个时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 我们有多依赖这些东西 并不是说以后就不用搜索引擎了 别误会 这个是我们非常有利的一个工具 作者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能过度依赖 很多东西呢 该学习学习 该记一记 那没有Google的时候怎么办 对吧 那第五个 我们现在人面对的一个很大的敌人呢 叫做数字抑郁 Digital Depression 这种呢 其实跟社交媒体有很大的关系 你比如说 像什么Instagram啊 朋友圈啊 Facebook啊 小红书啊 这些或者视频号啊 等等等等 大家会发现 现在这个 比如说 一些网红 哇 那过的人生真是太开心了 每天就是游艇啊 飞机啊 每天就是海边玩啊 吃啊 到处旅行啊 人生特别美好啊 就好像什么也不用做 钱就从这个大风挂来的一样啊 就随便花 然后不愁吃不愁穿 天天人生特别美好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呢 就是现在很多的女孩子呢 基本上这个拍完照片之后 第一件事是先美图秀秀 对吧 先修图 不喜欢图呢 这照片不发 所以有的时候 你经常没有见过一个人啊 或者是有段时间啊 没有见到了 你突然见到一个人 你发现 这人怎么跟照片上完全不一样啊 跟这个社交媒体啊 跟朋友圈里发的照片 简直就是两个人啊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其实啊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大的环境 这种社交媒体 我们就有两个身份 一个呢 是在虚拟世界 这个在社交媒体里的一个身份 另外一个是在真实当中的身份 这样的话呢 很容易产生 我们叫做对比文化 这种对比文化呢 会让很多普通人 尤其是青少年啊 会造成很多的这种 不必要的自卑感 因为他们就觉得说 你看其他人 为什么活得那么好 那么开心 对吧 其他人的人生 怎么那么顺利啊 其他人怎么长得那么帅 那么美 皮肤那么好 身材那么好 其实不是这样 其实很多都是假的 照片 照片嘛 对吧 其实大家这道理都懂 但正因为这种 Digital的 这种虚拟的数字时代 我们不如要见到本人 你能见到他 在虚拟世界当中 那个已经修改过的样子 你就误以为 就是他的样子 反而让自己 越来越不自信 这样的话呢 对我们现代人 对于生活也好 对自己也好 对于这个社会也好 有个正确的认知呢 就越来越难了 那这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 在作者眼里 遇到的五大敌人 基本都跟互联网 跟数字时代有关 那我们要清楚的知道 并且不要被这些干扰 能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 因为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的话 是很容易随波逐流 很容易陷进去的 因为不管是这些软件公司 社交媒体公司 那可都是成千上万人 天天就研究 怎么让我们能够花更多的时间 在他们的APP上 所以我们靠一己之力 你不主动做点什么的话 你是很难 就是躲开这些东西的 但如果你想与众不同 你想你的大脑不退化 你想你人生依然幸福感满满 我们就必须要主动的 去做一些事情 避免这些干扰 避免这些沉沦 避免这些依赖 那说中下一部分 作者跟我们分享了 关于脑神经 我们大脑的一些工作的原理 我们人类的大脑 你别看就像一个皮球那么大 但是按照我们现在的医学 按照我们现在的知识水平 人类对于大脑的了解 脑神经网络的了解 远远不如对自然界 对于甚至是太空宇宙 这些了解 因为我们的人的大脑 实在是太复杂 太复杂了 而目前已经有一些 确凿的研究成果的一些 这些观点 比如说我们的大脑神经 是完全是可塑的 就是我们大脑是可以发生变化的 书中作者就详细的用 伦敦出租车司机的例子 伦敦的市中心的道路 非常非常的复杂 就是10公里范围内 就有可能有数千个小路 而伦敦的出租车司机 是不用这些GPS导航什么的 就完全靠记忆 而在伦敦如果你想当出租车司机的话 要通过他们一个很严格的考试 就是你不能靠导航 然后开车 直接把客人带到目的地去 一般通过率只有50% 并且脑神经学家 对于伦敦的Taxi Driver 他们的大脑进行扫描 进行分析 发现他们的Hippocampus 也就是他们的海马体 是明显的要比普通人更加发达的 整个区域比普通人明显的要大一些 这样的话 他们的短期的记忆也好 长期的记忆也好 就非常的优秀 因为对于这些伦敦的出租车司机来说 他们是要把整个伦敦市区的地图 记在脑海里的 就我们你想象 你看一个地方是Google Map 你就想象那张整个Google Map 那张地图都印在一个人的大脑里一样 一说哪 马上就能视觉化 这个车从哪条路左转右转 然后能开到那个地方去 所以这个大脑是可以通过 长时间的训练 有针对性的训练 是可以重新塑造的 重新可以改变的 那么我们经常说记忆力的问题 很多人说自己记性不好 越长大记性越不好 说自己年纪大了也好 或者说天生记性就不好 那么作者就说 其实也不是鸡汤 真的是科学的研究 就人类的记忆力 并没有所谓的好记性 或者是坏记性 唯一的区分就是 受过训练的记忆力 和没有受过训练的记忆力 而且作者就说 这个记忆力真的是可以练习 可以练好的 并且这个记忆力这个东西 我们原来以为是一个retention的问题 也就是说是一个能不能记得住的问题 retention 但其实不是 其实是一个attention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是不是把这个注意力 放在这件事情的问题 不是一个能不能记住的问题 比如说有的人经常说 哎呀我这个记性不好 这个今天早上吃什么东西 现在都想不起来 那其实呢 是我们没有把注意力放在那 比如说想两口吵架 这个女朋友也好 老婆也好 说自己记性不好 尤其生完孩子之后 记性不好 我跟你说 这个可能都是一个误会 因为吵架的时候 那女朋友 你的老婆能马上把若干年前 发生的一些非常细致末节 非常芝麻大点的一些小事 马上就能掉取出来 马上就能用来当做一个 回击的一个武器 跟你去吵架 说明什么问题 这个跟记性好坏没有啥关系 只跟你当时 有没有把注意力放在那 那作者呢就举例子 比如说你如何训练大脑 如何重塑你的大脑 比如说记忆力这部分 你就可以说 比如说见到一个人的时候 如果你总是记不住 别人的人名 我们在之前的那个 很多书中 也给大家讲过这事 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人 他一说他叫什么名字了 你马上的形成关联 你已经认识过的人 或者是一些有意思的 比如说这个人 他的眼睛是蓝的 你就想象这个人 跟猫的眼睛一个颜色 那你就形成一些 视觉上的一些关联 并且马上就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可以再说一遍吗 我叫Max 是M-A-X呢 还是M-E-X呢 你重复一下 让对方去清楚地告诉你一下 这个过程是可以迅速地 深刻地加持我们的印象的 而不要等我们对话了 都对话聊了20分钟30分钟 然后你说你叫什么来着 这个时候就太没礼貌了 对不对 然后在整个对话当中 也经常用对方的名字 Max我觉得你说的对 Max你的这个观点不错 当然不要每句话 都用对方的名字开头或结尾 这就太明显了 然后最后结尾的时候 你可以用对方的名字结尾 Max很高兴今天跟你对话 我觉得很有收获 我们下一次再见 或者是如果对方加了微信 它是个逆称的话 立刻把他名字记成他真的本名 或者标注成他的本名 这样的话你时间长了之后 养成这些习惯 你会发现记名字 其实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讲求的是一些方法 如何去训练重塑我们大脑的神经 并不要相信说 你的记性不好 你记人名记不住 如果你这么觉得的话 那么有可能你记忆力 就真的越来越差 因为不是那句话吗 无论是你认为自己行 还是你认为自己不行 你都是对的 所以不要不停地骗自己 说我的记忆力不好 我的大脑不好用 我们的大脑是可以重塑的 那第二个关于大脑神经的 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 是其实每个人 是有一个第二大脑的 这个第二大脑在哪呢 就是我们脑神经的延续 其实在我们的肠道当中 我们经常说肠道健康 影响整个人的健康 肠道不健康的人 包括注意力也好 包括我们的记忆力也好 包括我们每天的精神状态 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目前为止 虽然不是一个 百分之百的能够彻底地知道 它的工作原理 但是现在已经有足够的 这些医学科学的证据显示 我们的肠道当中 分布着丰富的脑神经 叫做 enteric nervous system 这种肠道神经系统 而这个肠道神经系统 是直接影响了 我们的大脑的脑神经系统 包括我们的情绪 包括我们的判断力 包括我们的记忆力 包括我们的警觉性等等 都跟我们的肠道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就好像一棵大树一样 这个树树冠 上面繁茂的绿叶 开枝散叶 结果等等 但这棵树的养分来自于哪 来自于它的树根 我们可以把树根想象成 脑神经延续到我们肠道当中的 这些神经末梢 然后我们爱护好自己的肠道健康 比如说平时多吃益生菌 多吃一些Kiefer这种酸奶 吃健康的食物 吃很多的膳食纤维等等 不要吃这些垃圾食品 反过来表面上看是对肠道健康 这个关注 其实这些吃的健康 爱护我们的肠道健康 对我们的大脑来说 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希望的大脑 一直保持一个高效率的运转 到了年纪很大的时候 依然脑子非常灵光的话 其实应该从爱护 我们的肠道健康开始 不要忽略这一部分 那么如果我们知道了 不要给自己设置这些限制 我们脑神经 大脑可以重塑 记忆力都可以是提高等等 那作者给出了一个叫做 Faster的一个方法 就是如果你能够快速的 印象深刻的去学习很多的东西 包括咱们今天讲的这本书 如何能够 你听完之后 能够记住很多的内容 因为根据这个数据显示 我们再去上课也好 听个讲座也好 看个纪录片也好 通常来说 一个小时以后 我们很多人就会忘掉50% 就看完之后 就是你听完这堂课 一个小时之后 就容易忘掉50% 如果过了24小时 过了一天 容易忘掉70% 这是一个平均水平 那如何能够 你花了时间去学 你花了时间去看 你花了时间去听 如何能够让自己留存的更多呢 这就好像说 如果早点学会这个技能的话 大家都是去读一个什么 读个书 考个证 或者是都是去听一些什么讲座 有的人听完之后 能记住绝大部分 有的人听完之后 只记住了一小部分 那假以时日的话 这个差距拉得 表面上大家都在一起 学习一期上课 但这个差距其实是非常大的 那作者就给出了一个 叫做Faster的方法 就是更快的英文意思 其实是这几个词的 这个字母的 首字母缩写 我们来展开讲一讲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把这些方法用到 下次再看书 再听Podcast 有声书 或者再看一些 有意思的一些 线上课 纪录片的时候 你可以试一下 看能不能提高 我们对于这些知识的 这个留存率 那Faster第一个F 叫Forget 就是忘记 什么叫忘记呢 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先忘记那些 你以为你对这个话题 知道的那些东西 那有的时候 我们心中会想 这东西我早就听过了 怎么学习 怎么提高记忆力 对吧 怎么投资 怎么减肥 我早就知道了 往往是这种 我早就知道了 这种想法会阻碍 我们有效的学习 吸收信息 就像一个杯子 你先把它倒空了 我们才能往里 再倒新的水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 先忘记你对于这个主题 对于这个科目 对于这个话题 你以为你知道的事情 你先假装你都忘记了 看看你现在学的这个 它能给你一些什么东西 万一有些什么新的发现 对吧 第二个忘记的部分 是忘记那些不重要的事情 那些琐碎的事情 有的时候我们在看书 在学习 在工作的时候 突然之间会想到一件 哎呀 这个账单还没付 哎呀 那个包裹还没记 哎呀 这个电话还没有回 哎 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而且总是来的很突然 对不对 这种时候呢 你不要去抗拒它 不要想 哎 不要想这件事情 忘记的 我要应该 现在赶紧去专心做这事 你越是去抵抗 你越是想要去 不想这事 你就越容易想这事 比如说我现在说 千万不要想一个粉色的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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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说的是 千万不要想一个粉色的大象 你现在脑海当中 就是一只粉色的大象 对不对 所以呢 作者就说 你不要去抵抗它 而是如果想到这些事情呢 就顺手把它记下了 记在calendar里 记在你的to do list 记在你的这个 做事的这个列表当中 或者找个笔记本记下来 记下来你就 心里就没有那么焦虑了 就把这事放在一边了 因为你也不用担心忘掉 对吧 如果真的是极其重要的事 你忘了 立刻把它做掉就好了 好吧 但是呢 平时我们做事的时候 要学会忘掉那些不重要的 不紧急的那些锁事 放在一边 越是这样呢 我们越能够高效的去专注 越专注呢 我们就越能够留存 更多的这些学习的信息 这是第一个字母F 第二个呢 是act 这个A act就是说 传统教育的认为 这个教育是一件被动的事 老师教你听 对吧 学生听 这是叫做学习 其实不是的 真正的学习呢 应该是反过来的 就是应该是 我们带着一个目标 我们带着一个问题去学 这样的话 随着学 随着获得信息 随着听课的时候呢 我们再形成各种各样的关联 然后会突然出现很多那种 aha moment 或者出现那种被击穿的那种感觉 就是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总算是得到解决了 应该有这种时刻 而且越这样的 越容易举一反三 越容易应用到真实的生活当中去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这个读书啊 尤其是大学毕业之后的读书呢 都是工作了一些时间之后 再回去读书 因为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们就遇到了实际生活当中 那些具体的真实的问题 如果带着这些问题 再回去要去读一个什么MBA啊 再去读一个什么证书的课程 这个效果啊 完全远远比我们之前 去读本科啊 读高中的时候状态要好很多 那学习态度不一样 学习效果也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带着主动的 带着这些问题 带着这些目标去学习的 而不是被动的 老师教什么 我们就学什么 就背什么 那是不一样的 那第三个呢 Faster 第三个字母是S 就是State State呢 就是说我们平时的这个状态啊 非常重要 一方面是我们情绪的这个状态 有的时候呢 是我们很想去学一个东西也好 对什么东西很感兴趣也好 如果这东西很无聊 我们能不能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不要觉得 这东西这么无聊 我才不想学呢 你越有这样想法 越难学这个东西 而且很多我们想学的 只是看上去都没有那么 那么有意思 那么有趣的吧 另外一个呢 是身体上的这个状态 不要这个很拖着背啊 弯着腰啊 低着头啊 这个扭来扭去啊 这种状态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状态 其实如果你坐得很直 甚至就站着 帮助调节呼吸 然后坐姿啊 各方面都比较好的时候 学习的状态呢 是非常非常不一样 你可以现在试一下 这个平时懒洋洋的样子 和你这个坐姿非常非常直 或者站着你去习 试半个小时 你会发现真的是状态很不一样 那下一个字母呢 是tea 就是teach 就是教学的意思 其实为什么说这个教学呢 就是说我们想学一个东西 最好的方法就是以输出为目的的去输入 也就是说你学完之后 你能用你自己的话 你自己的理解 把它教给别人 这个是真的你掌握了这个东西 我们在很多书当中就有提到这个 包括我自己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就是有的时候是为了交给别人 讲给别人听 我学的时候会更加的用心 更加的想加深理解 确保自己真的是听懂了 而不是以为自己听懂了 现在呢很多的这些精英们 不管是商界的也好 还是各个领域的也好 都在用这个秘密的这个方法 就如果你真的想在最短时间内 学懂学明白 真的掌握一些知识 一些理论也好 你就想象着 如果你把它交给别人的话 你怎么去教 你怎么去解释它 带着这样的目标去学习 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再下一个呢就是e 就是enter 输入的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善用身边一些 非常简单一些有效的一些工具 比如说一些笔记本啊 一些日历啊 一些to do list的这些 想要做什么 想要什么都把它记起来 而不要完全都要靠脑子去记 这个有的时候会记的 我们都知道了 你刚学完一个小时 就忘了一半了 对吧 所以要学会enter 学会用这些工具 帮我们把它留存下来 包括Evernote 印象笔记 包括等等等等 现在这些工具特别多 我们可以把这些科技的东西 用来帮助我们 而不是来消耗我们 那么最后一个字母呢 R也就是review 也就是想要减少我们 这个遗忘曲线的一个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及时的 重复性的去复习它 如果你看了一本书 没事再把你的读书笔记翻一翻 如果上了一个课 把你记的笔记 把这个课程的概要啊 关键的知识点啊 把它重新的去复习一下 效果是非常好的 如果只是学不复习的话 就算是记性再好的人 就算是学习能力再强的人 也都会出现这个自然而然的 这种记忆的衰退 这种一望曲线的增加 怎么解决呢 适当的进行复习 越及时的复习越好 如果当天就能复习 或者第二天就能复习 效果会更好 那么书的这个整个这部分呢 都在教我们 首先要解除我们的对大脑的限制 理解的大脑是可以重塑的 可以训练的 并且呢 作者也分享了一些高效的学习的方法 那书的第二部分呢 讲的就是说 这个我们的mindset 我们的这个心态也好 认知也好 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了讲解 你比如说 我们一提到天才这个词啊 我们会想到有各种各样的天才 爱因斯坦啊 什么霍金啊 对吧 那其实我们对天才的理解呢 往往是从智商啊 从学术能力角度来理解的 作者想说的就是呢 其实天才这个词啊 它并不仅限于学习啊 在学校成绩怎么样啊 或者是个科学家啊 并不是这样 而其实呢 是分四种不同的天才 我们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天才呢 然后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啊 第一种呢叫灵性 就是非常擅长 比如说创意啊 灵感这种 比如说很多的作家 比如说很多的艺术家 你像莎士比亚啊 你像写哈利波特的这个作者啊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靠创意来去发挥的 那这种呢 其实也是一种天才 你让他考试考数学题 这不一定能考得好 但是非常会有这个创作灵感 第二类呢叫火焰 Blaze 就是说是很擅长与人进行沟通 很擅长与人进行连接啊 这种人 比如说很多知名的一些电视的主持人 像Oprah 就是Oprah的那个 那个电视的主持人啊 那电视节目主持人等等 你会发现很多这种人呢 是非常善于与人交谈 非常善于挖掘别人身上的一些 有意思的一些点 其实这也是一种天才 第三种呢叫节奏 就是他能看到并且把控全局 能够在关键的节点呢 做出关键重要的这些决定 像很多的政界啊 商界啊 这种领袖 有这种天才的人很多 比如说书中作者举例就是 这个前南非的总统 尼尔逊曼德拉 能看到整个政局的发展 实局的发展 然后在关键的时候 做出重要的一些抉择 那么最后一个叫做钢铁 Steel 也就是说呢 非常擅长把握细节 细节把握好之后呢 并且能把这些细节呢 能够把它应用得很好 这个呢 其实很多优秀的创业者 在这方面是很明显的 比如说谷歌的创始人 很注重细节的把握 越是大公司的这些领袖 CEO啊什么 越是注重很多细节 那么这里呢 其实我想说的是 就是天才这个词 我们经常说genius 对吧 其实跟像这个intelligent 像跟这个smart 跟wise等等 都是描述一个人 很智慧 很聪明的 其实不一样 这几个描述的点 都是不一样的 天才呢 如果我们说是 智商高的人是天才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 并不一定 那智商呢 有可能呢 是不能够提高的 智商呢 升起来 基本上这个IQ 是多少就是多少 但是IQ跟人是否成功呢 现在来看 关系并没有那么大 因为还有很多 其他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的情商 我们的财商 等等等等 如果说这个智商 不能提高的话 但是智能 intelligence 还有智慧 wisdom 这些东西呢 是可以在短时间内 通过学习 通过读书 通过等等等等 这些方式呢 可以迅速提高的 所以呢 不要因为说 我IQ值不高 人家IQ160 我IQ不到100 我这辈子就不是天才 我就是弱智 不是的 IQ高的人未必成功 好吧 因为我们需要的 这个天才 分好多好多种 不否认有些人 是有天赋的 生下来老天爷 少饭吃 毛衣方面就比较容易 但我们现在看到的 绝大多数啊 90%以上的 这些所谓的天才 其实呢 都是靠后天努力出来的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这个 限制住自己 或者给自己找借口啊 那么具体实习起来啊 怎么去去掉这些 我们给自己的一些束缚呢 有几个步骤 第一个呢 先把我们原来旧的这些认知的一些局限性找出来 比如说我没那么聪明 我记忆力不好 我阅读速度很慢 我不会公共演讲 我的方向感很差 找不到路 或者说我很害羞 我见到人说不了话 这些都是我们给自己设置的这些局限啊 我们已经根深蒂固相信的这些局限 下面的都拿只笔找张纸写出来 写出来之后呢 第二部分呢 就是我们来分析 它到底是我们的一个opinion 一个看法 一个观点 还是一个fact 一个事实 好吧 你是真的没那么聪明 记性真的不那么好 你不擅长公众演讲 你也许会说服自己 真的是啊 这是事实 我跟你说 很有可能不是 你需要的是 如何能够 这个第三步啊 你需要的是能够有一个新的信念 新的想法 就是说我可以 我是可以做到的 我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演讲者 我虽然现在方向感不好 记忆力没那么好 阅读速度没那么快 演讲没弄 没有那么有人有余 但我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演讲者 可以成为一个记忆性很好的人 成为一个学习能力很强的人 不要总跟自己说负面东西 这种心理暗示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说到这儿呢 书中作者呢 跟我们分享了七个 我们常见的一些 对于这个大脑也好 对于这个世界也好 一些常见的一些误会 一些偏差 甚至呢是一些谬误 我们来分享一下 看大家有多少个 是曾经你相信的 第一个呢是说呢 我们的这个材质呢 是固定的 生起来是多少就是多少 这个事刚才咱们说了 如果说智商的话 很有可能是固定的 能改变智商 提高智商的方法呢 就现在来看 基本上还没有 你就算是天天吃 维他命 多种矿质 银行业啊什么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帮助 但是智商 IQ 虽然没有什么帮助 但不重要 因为我们人的成功呢 跟智能 跟智慧 有很大关系 跟智商没有那么大关系 跟我们的belief 跟我们的intelligence 跟我们的wisdom 有很大关系 而这些东西是看我们通过 学习啊 阅读啊 人生阅历的积累啊 观察别人啊 等等等等 多听一些演讲啊 等等等等 我们是可以 真的是可以明显的提高的 好吧 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的 那第二个谬误呢 就是我们现在只用了大脑10%的潜能 这是一个很大的谬误 我也相信了好长时间 我觉得想 人类如果把其他90%都用起来 那得多聪明 那实际上作者说呢 这个其实是个谬误 最早呢 可能来自于一本书的作者 说我们现在可能呢 只用了我们大脑的一部分 一小部分的capacity 这个能力 后来呢 有一些影视作品 像那个 有个电影叫Lucy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过啊 就是演黑寡妇 那个超级英雄的那个女演员 里面就说 如果我们只用了10%的大脑的潜能的时候 会怎么怎么样啊 其实是一个谬误 我们现在呢 已经用了大脑能用的很多的各个领域 各个部分啊 已经充分调动起来 我们现在需要就是相信 我们的大脑是足够强大的 并且学会怎么去用它 我们想要实现的这些目标 梦想啊 你想要学习的东西啊 你现在的大脑是足够足够用的 不要用我们现在只开发了10%这种 这个借口来限制自己啊 第三个谬误呢 就是犯错误就是失败 只要我们犯了一个mistake 就是我们的filia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 本身就是很大错误啊 作者说呢 犯错本身啊 其实除非你是总在同一个问题上犯错误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注定一定会犯错的 如果你的人生什么错误都不犯 常年什么错误都不犯 说明你的人生其实没有任何的进展 其实一直是原地踏步 甚至在退步 一直在做自己很熟悉 很舒适的事情 所以你不犯错 对吧 那为什么有的人不停地犯错呢 并不是因为他愚蠢 而是他一直在去尝试新的东西去挑战 所以这个过程非常的重要 我们呢不要去跟别人比哈 我们这个哪怕犯错的时候 不要沉沦啊 不要这个消沉啊 这个自暴自弃也不要 我们就跟自己过去比 虽然我犯错误了 但我一直在往前进步 因为我一直想要变得更好 对吧 我一直希望能把这些事情做得更有意思 所以我才犯错误 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啊 真的落实到我们生活当中 大家把它变成一个 我们自我修行的一个心法 就下次你再犯错误的时候 不要灰心 你问自己这是同样的问题 又犯了一次错误吗 还是说 因为你在尝试新的东西 你在突破自己 所以犯了错误 好吧 所以错误本身并不是失败啊 经常犯同样一个错误 那有可能是失败 第四个谬误呢 是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就是这个财富 这个呢 有可能只是片面的理解了知识 知识本身掌握更多知识 当然那非常好 这个学习啊 提高认知非常有重要 但是光是知道没有用 你并且一定要把它用起来 才有实际的价值 一定要把学的东西付诸这个实践 就我们经常说这个 孔子说啊 学是实习之不一悦乎 很多人理解就是学是实习之 就是学到东西经常复习它 所以就很开心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啊 这里的习呢 其实是实践的意思 就是我们学了东西之后 一定要去实践 学了不要光学了之后放在那儿 包括我们现在用很多的一些 这些APP啊 或者是学了很多东西 得了很多证书啊 或者是得到了很多的奖章 认可啊 这东西只代表了一部分 是不错 努力学习当然是好的 但是光学是没有用的 一定学完之后 知道怎么在真实世界当中 去把它用起来 第五个谬论呢 就是学习新的事物 总是非常难的 那么作者就说呢 其实可以一个更好的一个认知 更好的一个看问题的方法 就是说如果你学会了 怎么高竅去学习新的知识呢 学新的东西呢 就会变得非常有趣 非常的有意义 我们并不是每一次学的东西 都一定本身是特别好玩的 对吧 因为有的时候你为了成长嘛 中间一定要做一些繁琐的 一些好像看上去一些无聊啊 等等 或者很难的一些知识啊 但如果说你告诉自己 我把它当做一个任务 把它当做一场游戏一样 我去挑战它 我能不能把它完成它 真的是可以在学习当中 获得巨大的那种满足感 把一个东西从零开始学习 越学你掌握的越多 不管是一个爱好 一个乐器 一个运动啊 一个这个 一个新的概念啊 一个什么赚钱的方法啊 一个工作上的东西 从不会 从零 从小白 慢慢把自己变成 这个领域的一个 一个大咖 一个牛人 一个专家 整个这个过程 我们应该学会去享受 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第六个谬论呢 就是别人对你的评价很重要 重不重要呢 其实说重要也重要啊 因为我们很在乎这个 虽然我们平时说 I don't care 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但其实我们人都是在乎的 对吧 那么我们要理性的认识这一点 有些时候呢 对我们的一些指责啊 一些负面的一些 批评也好 什么也好 我们要学会忽略 有些真的说的有道理 只是说的比较难听 我们要学会吸收 另外呢 如果有人对你评价很高 就觉得你这人怎么这么牛啊 这么优秀啊 对吧 尤其在社交媒体 这个大的环境下 有的时候我们会活在一个假象里 就觉得我看我那么多粉丝 那么多人给我点赞 对吧 我发个视频号 大家都觉得特别好 留言都在夸我 容易活在假象当中 容易以为自己真的那么优秀 但其实呢 我们必须有一个非常理性的 一个客观的对自己的认识 就是要知道呢 首先其他人呢 是没有义务 没有什么这个必要的 一定要喜欢我们 关注我们 照顾我们 理解我们的 没有好吧 他没有这个义务 我们如果得到了别人的表扬和认可 和信任的话呢 就一定要让自己变得 足够好 一定要让自己担得住这些东西 而不是活在那个假象里 只是去享受 好吧 那第七个谬论呢 就是天才都是天生的 我们刚才说了 天才呢 天赋 有的人真的有天赋 画画啊 做曲啊 运动啊 这不排除这个 但是你会发现 真正现在 现在这个社会当中的天才 有一个算一个 都是靠自己的这个努力 包括最近这个冬奥会啊 这个古爱玲 这个同学啊 这么优秀一个人 对吧 又考斯坦福 然后又是奥运冬奥会的金牌 这个人生各方面 18岁的小女孩 怎么这么优秀 你说他是天赋 你说他生下来就这样吗 哎 恐怕不是 其实更多的是教育 更多的是自己的努力 更多的是 极度的自律啊 平时怎么用时间 怎么去努力学习 怎么建立自己 正确的世界观 才有今天 这是七个谬论啊 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个 有多少是我们曾经以为 就那样了 那说的最后一部分呢 讲了这个 我们的mindset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动力是哪来的 我们去做一件事情 激发我们的大脑 去努力 去变得更好 去学习等等 去成长 我们这个动力是哪来的 也就是这个why 为什么 我给的起名叫为啥力 对吧 我们需要的不是意志力 需要的是为啥力 当我们对于做一件事情呢 目标感非常强的时候 目标非常明确清晰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的动力是最足的 而这个目标呢 其实就是我们做这件事情的 能量来源 那关于这个multivation 关于这个动力呢 也有三个很大的一些误区 第一个呢 就认为 你要不然就有动力 要不然就没有动力 没有多少之分 其实不是的 我们越是这个为啥力越大 就你越知道自己 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动力可能是越大 而且这个动力呢 是可以增加的 就当你做一件事情 明明是对你好的 但你就不想去做 提不起兴趣 你可以多想一想 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 你做了之后 对你到底能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哪些好处 你想得越多 学得越清楚的时候呢 这个为啥力变大之后呢 你的动力就上来了 第二个误区呢 是 我如果去做一件事情呢 我们必须要享受它 喜欢它 热爱它 我们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才有动力去做它 做着也说 实际上不是 很多时候呢 我们只要知道 为什么去做 就足够了 并不一定你真的享受 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只要这个目标明确 知道这件事情 for the greater good 对于长期来说 对你自己来说是好的 有些看上去比较无聊的一些 没有那么 你热爱的事情 也是有必要去做的话 也要去把它做好 但你要知道 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 第三个误区呢 就是这个动力呢 是偏性 有的人呢 就是这个 有自趋力 自然性 就是你也不用劝他 自己就知道学习 自己就知道努力 有的人呢 就是你拿鞭子抽他 他也不愿意努力 不愿意学 怎么点也点不着他 其实作者说 并不是这样 这个动力呢 也不是天生的 是可以后天 自己来打造的 只要知道我们 如何管理好 自己的情绪 理解我们的人性 怎么激发 自己的动力的话 其实都是可以 后天去 可以给自己鼓劲的 那么说到这个 motivation 这个动力的话呢 作者给出了一个公式 是我们的目标 purpose 乘以我们的能量 energy 乘以一个简单的小步骤 one small simple step 如果这三个 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能量 和我们的迈出的 第一个小步 先开始 这个乘起来 就是我们的动力了 那我们展开说 这个目标是什么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为什么 要做一件事情 我们做任何事情 无论是 人生当中的事情 还是我们 工作上的事情 在可能的情况下呢 都应该尽可能的 目标明确 目标清晰 就是你这个目标感 要非常的强 就为什么要做一件事情 如果你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 做一件事情的话 那你要想一想 除非你现在太迷茫了 你就随便做点什么 否则的话呢 我们做每一件事情之前 都应该想一想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这么做的 那个why是什么 好吧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到目标呢 就是你要对自己 有一个非常充足的认识 而且呢 可以自我暗示 作者呢 就给了例子 就是说 我们应该多用 I am 就是我是什么什么 这个句式来造句 比我喜欢什么 我怎么样 这个要好 比如说啊 这个书中作者说 在美国两个城市 发出这个宣传单 一个呢是说 I am voting for 谁是谁 就我会给谁投选票 另外一个呢说 I am a voter 我是个选民 他会发现呢 如果用I am a voter 这种宣传的 这种语句呢 去暗示的话呢 这个选民的积极性呢 会提高13%以上 也就是说我们人呢 是很容易自我暗示 自我形成这种身份认同的 所以下次呢 我们可以用这种 比如说 如果说我喜欢阅读 或者我喜欢学习 或者是我喜欢 这个努力的成长 让自己变得更好 这个句式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说 我是一个优秀的学习者 我是一个 这个终身学习者 我是一个快速的成长的人 我是一个脑袋非常好用的人 我是一个爱读书的人 等等 这种I am造句 大家可以试一下 对于我们自我的身份的认同 非常的重要 这种暗示很重要 好吧 那第三个说到目的呢 这个purpose呢 就是我们生活 生命当中呢 一定要有自己的那个顺序 那个优先级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有的把财富放在前面 把工作放在前面 把爱放在前面 把家人放在前面 把健康放在前面 每个人的优先级不一样 也不需要都一样 但是呢 明确地把自己的优先级列出来 就列三四个就可以了 比如说作者列出的 按照优先级就是 Love I Growth成长 Contribution 贡献和Adventure 冒险 这是作者自己列的 当我们自己把自己列出了 这些优先级列出来之后呢 其实最重要是干嘛呢 学会拒绝 跟这些没有关的事情呢 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诱惑 一些机会啊 一些这些分散注意力的事 就不要去做 把我们value 我们的价值观最重要的东西 跟这些有关的 跟他们有帮助的 我们去做 否则的话都可以say no 越是学会say no呢 我们生活变得越来越简单 越来越聚焦 越容易做成很多的事情 那么说完purpose呢 说这个公式当中 第二部分 就是energy 能量 能量的话呢 作者说有五种方法 可以提高我们的energy 提高我们的能量 每天这种状态特好 像打了鸡血一样 这个有五种方法 第一个呢是食物 一定要吃健康营养的食物 这不是说我们要这个爱护身体 爱护健康 健康是一 其他都是零 不是 完全就从我们大脑健康的角度来说 都应该好好的这个管理自己的这个食物 你吃什么 因为只有吃了健康了 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的肠脑健康了 这些默契的脑神经 这个健康了 我们的大脑才会健康 作者给了一个单子 里面列出了十种对于大脑非常有益处的食物 分别是牛油果 蓝莓 西兰花 黑巧克力 越黑越好 含糖量就少 然后呢 鸡蛋 绿叶菜 沙丁鱼 核桃 姜黄粉 还有就是喝足够多的水 每天一定要喝足够多的水 这实际上东西我自己反省了一下 我觉得其他东西做的都不错 但是核桃和姜黄粉吃的不够 所以呢 我赶紧就现在开始把它变成我每天饮食的一个部分 因为我特别的爱护我的大脑 这是提升能量的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经常运动 经常运动本身啊 这个对于脑神经的帮助非常的大 对于我们的记忆力 对于我们管理压力 管理情绪 对于我们学习新的知识的接受能力 都非常非常有帮助 我会把一个太连讲的一个链接呢 放在这个文稿区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看完之后呢 每个人都会想要去做些运动 如果你真的在乎自己的大脑健康的话 我们就应该去做运动 而这个运动呢 其实每个星期呢 按照作者的建议呢 强度够的话呢 应该做75分钟以上 75到90分钟 什么叫强度够呢 就是心率已经上来了 你可以出汗了 这就是强度就够了 也不需要强度太大 那75到90分钟每个星期 如果你每个星期运动三次的话 那其实也就是每次运动30分钟左右 其实很容易实现呢 出去跑个五公里啊 做个瑜伽啊 跳个操啊 做个HIT啊 游个泳啊 都可以实现 一定要养成做运动的好习惯 不是为了瘦身减肥啊 完全是为了我们的大脑健康 第三个提高Energy的方法呢 就是你要布置出一个干净整洁 简单的一个工作环境 有些时候我们的办公桌上 摆很多的一些娃娃啊 一些装饰物啊等等啊 其实你会发现 越是高效率的人 越是有成就的人 他的桌子 办公桌啊 越简单 上面不要放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因为每一次你看到这东西 不管你是主动看到 还是前一世扫到 他都在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所以呢 办公桌上越简单越好 帮助我们可以专注在 我们该做的事情上 那第四个提高能量的方法呢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正向的 非常积极的 对你有帮助的社交圈 要想尽办法 把自己放在这样的圈子里面 跟这些人去接触 而不是酒肉朋友啊 一起只是撸串啊 一起只是在背后 说别人的这个坏话呀 或者谈论别人 这种没有任何的意义 挺过瘾的 但是没有任何意义 一定要想办法 把自己放在 那个优秀的人群当中 永远和优秀的人在一起 你会不停地提高自己 如果你觉得 你是你身边最优秀的一个人 那就说明你该换圈子了 你该升级自己了 第五个提高能量的方法呢 就是必须要睡得好 一定要有个优质的睡眠 优质的睡眠这事呢 我是深有体会 原来呢 为了早起啊 每天早上定到钟 五点钟六点钟啊 早起 有的时候晚上工作久了 或者是有些事情耽误了 睡眠不够 大家也坚持早起 我现在有个新法 想分享给 分享给你啊 就是说 原来呢 我是追求的是 固定时间起床 那如果这样做呢 就经常有的时候 会睡眠不够啊 影响这一天 而且睡眠这个东西呢 不能说 我这个星期工作很忙 周一到周五少睡点 然后周六周日周末呢 我补一补觉 睡眠不是这么工作的 是不能补回来的 追求的应该是 每一天都好好睡觉啊 那么 不追求早起固定时间起床 那追求什么呢 我现在追求的是 晚上固定时间早点睡觉啊 早晨基本就不定闹钟了 然后呢 也不挂窗帘 太阳升起来了 天亮了 我就开始就醒了 这样的话有个好处 如果你追求的是 晚上固定时间睡觉的话呢 早晨又是自然醒 让阳光把你叫醒的话 基本上七八个小时 是很容易保证的 而且呢 就不会因为晚上 因为什么事情 你睡晚了 然后这一晚上不够睡 第二天影响一整天的这个状态 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这是提高energy的方法 最后一个呢 就是这个等式的第三个部分 就是a simple small step 一个非常简单的一小步骤 也就是说 你不管你的目标有多大 你想实现的梦想多宏伟 有的时候会有拖延症 对吧 我们就是 哎呀 这太难了 越是这种大的事 我们越不愿意去做 拖延症 也是每个人 其实都有的一个问题 那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就从最简单的第一步开始 你比如说 先你想看一本书 对吧 你这本书买完之后 放在家里 一直都没看 如果有这种情况 你就有拖延症 好吧 那你如果想看这本书 放了很久都没看了 你怎么看这本书呢 很简单的一小步骤 就是你先打开这书 看这本书的第一句话 就可以了 就看这本书的第一句话 就行了 你只要把这个动作完之后 你的这个就开始了 好吧 就很容易就继续往下进行了 换句话说 你无论如何 你不管你有多大的什么拖延症 缺乏动力的话 就从最简单可行的 那一个最小的步骤开始 先迈出这一步 后面就 简然就会开始 继续下去了 这就是这本书 这个Limitless 无线大脑 里面书中 有很多有意思的一些 具体的一些工具 一些方法 一些实力 因为这本书 信息量非常非常地大 在这个一个多少十里 我们也很难把它概括得非常全 解读得非常全 我能鼓励大家 去翻一翻这本书 如果你对高校学习 提高记忆力 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 这本书好像也有中文版 叫做无限的可能 我把它翻译成无限大脑 但是有一本叫 无限可能 就这本书 并且我会把这本书作者的 一些态度演讲 一些采访的视频的链接 放在下面的文稿区 大家可以花一些时间 去看一看 了解了解 总之在未来的社会当中 我们的大脑会变得越来越有价值 比如我们的身体都会变得有价值 我们的财富 我们的成长 我们的什么成就 地位等等 其实最后取决于我们的大脑 我们能不能善于我们的大脑 能不能提高我们的认知 这里面讲到的这些东西 比如说速度的能力 提高记忆力 能够给我们大脑解锁 取消很多的这些束缚 其实就是我们普通人 最大的超能力 你不需要是超级英雄 你有这里面这些能力 你就是超级英雄 自己的超级英雄 非常感谢收听这本书的解读 咱们下本书再见